天诚座的新作运势 交际呢也容易受到阻碍 特别容易受到人家的影响 然后觉得自己的事情怎么搞的 就是干得不好啊这样子的感觉 总感觉自己没有办法平衡这个家庭啊 事业啊以及人际上的这样的一些麻烦 那工作中呢也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始终困扰到你 就很在意他人评价的 你会觉得说总有人呢在背后给你十半子 让你呢难以集中注意好好工作 部分天诚座跟领导上司之间呢 发生一些不开心的这样子一些口罩 或者反抗啊辩驳啊之类的东西 那么中旬呢天诚座呢 会有一波比较不错的财运 正裁的收入比较不错啊 可能有加班或者说有些补贴 而且呢还获得一些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如果说呢你是正在求职的天诚座呢 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考虑跳槽 或者说转移一个单位 但是呢就要注意呢就要注意要表现出自己一个比较踏实的状态 让对方呢会比较更加的信赖你 那受到金星星刻的影响呢 天诚座呢可能在这段时间没有像以往的那么好相处啊 有的时候虽然看起来好像在人群当中游刃有余 却没有得到人家的信任 或者说其实在内心里面你也并不相信别人啊 这种在人群当中的安全感的缺失 让你觉得内心非常的孤独 浑身都不自在 有时候想躲起来 有时候想跟人接触 总之呢有一种进退两难的感受 而且呢还特别容易呢跟女性呢这个长辈子吵架 那以婚的天诚座呢 也容易因为家里婆婆妈妈的事情啊 发生一些不愉快 到了11月下旬的时候呢 天诚座这个社交小达人的婚礼就又回来了 重新呢又会成为人群当中这个最骄 最傲娇又最优雅的焦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买适合安排一些交游啊 party啊或者说一些聚会啊之类的来促进情感的发展 那么随着这个海王心的顺行呢 其实呢也可以呢做一些自己内心的梳理 学会呢怎么样去跟自己相处 学会呢要注意在这个生活上呢 关注自己的饮食 减少呢一些酒精性的药物 或者说一些依赖性的药物的摄入 同时呢也要跟多跟人家的互动 把你的这种社交优势呢充分的发挥出来 当然要注意了不要去帮别人当背锅侠 总的来讲呢这个月呢天诚座呢可以有效的学习 怎么样呢去跟别人相处的当中呢找到自我的存在感 这对你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以上呢就是这个天诚座的这个11月份的新作运事 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关注我 关注经典语你会更好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